Elon Musk曾经这样评价氢燃料电池 非常愚蠢 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 而不是新流源汽车的长期解决方案 诶 他的评价有道理吗 氢燃料电池真的有这么不堪吗 他所使用的锂电池就一点毛病没有吗 好 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 顺便再拉一种新的电池杀入战局 固态电池 一个一个来 先说今天用的最多的锂电池 本质上 它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 这些移动电子设备里面的电池的放大版本 只是放大的不单是体积还有数量 跟使用单个单元的小电池相比 电动汽车里面的锂电池 是将数千个这样的小单元捆绑在一起 形成的一个容量更大的组合体 因此才能够驱动汽车这样的大家伙 和传统的千酸 镊各电池比起来 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高很多 所以不仅能够储存下更多的电量 连使用寿命都要长得多 于是就非常适合拿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量供应源了 到了今天 很多充满一次电的锂电池电动汽车 已经基本上能够跑过 跟加满一箱油的燃油汽车差不多的里程了 这么看起来是美好的一 但是它也有天然缺陷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 锂电池的稳定性 其实并不是可充电电池技术里面最高的 它怕高温 它怕过冲 它怕过放 它还很怕碰撞 因此它们就需要更高的保护级别 不仅是物理上的盔甲保护 还包括系统上的电子保护了 每个锂电池都需要有专门的保护电路 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去运行 这些就势必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成本 复杂程度和重量 成为锂电池的一大缺点 而因为这个大缺点 其他的一些小缺点也冒了出来了 比方说这样的电池更难回收 它们的轮胎会因为重量的增加 而更快的被磨损 开发周期也因为要考虑 三分之一车重的电池 该如何平衡分布而拉得更长 等等等等 另外尽管锂电池已经拥有 不错的生命周期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退移 其冲放电的性能也会下降 而且这跟你用多用少还关系不大 即使摆在那不用 它的性能也照样会往下掉的 当然最后一点 就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里程焦虑了 再怎么样 锂电池的容量还是有限的 还是跑得不够远的 还是需要比加油酒的多的充电时间的 短途开开还行 要是跑长途嘛 就得要再认真考虑考虑了 那开长途就真的没有享受清洁能源的资格了吗 哪里啊 不是还有轻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吗 尽管马斯克说它非常愚蠢 但其实它有一些优势呢 是远超锂电池的 比方说能量密度 压缩清晰拥有高达4万瓦斯每公斤的能量密度 而锂电池呢 对比起来最好的情况下 也只有可怜的278瓦斯每公斤 仅仅只是前者的0.7%都不到 这意味着啊 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 可以在不增加更多重量的情况下 带来更大的续航里程 再加上嘛 它是加轻而不是充电的 因此可以获得像是加油那样的时间优势 彻底的就没有里程焦虑了 你看多好 既实现了100%的绿色环保 又没有一点的里程焦虑 它会不会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未来呢 哎呀 光看好处当然是这样 但是等我们绕到它的背面 就不仅要感叹一下 为什么马斯克如此不待见氢燃料电池了 有人会说安全是它的头等问题 这个不假 轻气具有相对较低的燃点 以及非常宽的空燃比 是一种自带危险的气体 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用的还是它的压缩状态 但是啊 可能让你感到意外的是 跟气柴油这类石油衍生燃料比起来呢 它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它轻啊 它大大的轻过了空气啊 所以就能够在发生火灾时呢 通过打开紧急卸压阀 快速地将它吹到空气当中 即便此时它被点燃了 也会像一个大火机一样对着天空去燃烧 并不会伤到周围的人和车的 实际上 丰田甚至还用子弹射过他们的清机罐呢 结果跟电影里面子弹打进油箱的效果彻底不同 没有爆炸 没有燃烧 仅仅只是让比空气更轻的气体 通过弹孔逃逸到了空气当中而已 所以这么看起来 安全性并不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大问题 那什么才是呢 是成本 是效率 是它到底绿不绿色了 先说成本啊 虽然氢是这个宇宙当中 储量最为丰富的元素 但是啊 它基本上是不会单独存在的 而是跟水 碳氢化合物 比如甲烷 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物结合在一起 因此要把它作为燃料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它 从这些化合物当中提取出来了 可惜的是啊 这些过程要么根本就谈不上绿色 要么花费高昂 要么就效率低下 目前大部分的氢气呢 都是通过一种叫做 蒸汽重整的过程来制造的 它通过将高温水蒸气 同天然气结合 来将其中的氢气提取出来 这种方法 一是排放了大量的废气 所以并不环保 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热量 所以非常低效 如果把它作为燃料 用到氢燃料电池当中 那还不如直接在汽车里面 烧天然气好了 绿色和效率两头都没有占到 干嘛还多此一举呢 那就试试第二种方法 电解水产生氢气如何 这次 咱们用来自绿色能源的电 比如太阳能 风能等等 环保就没问题了吧 可是它也照样效率低 大约有30%的能量 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就损失掉了 因此拉高了成本 再加上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加气站 建设书系馆 或者建设分布式的 氢气生产车间 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平台下来 现在的结果就是 它每开一公里 就要比锂电池汽车 多花8到10倍的钱 基本上就谈不上 什么经济性了 最后还有效率的比较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 在用电来生产轻的过程当中 大约有30%的损耗了 其实总的损耗远不止如此 压缩氢气时的损耗 储存和运输时的损耗 电池内部的转化损耗 直流交流的切换损耗 等等这些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轻燃料电池最后 也只能输出 其原先1%还不到的效率 可比锂电池要低的多 所以它前面的路还藏着呢 Elon Musk可以继续正确一阵子了 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一项新的电池技术 很可能要来砸他们的饭碗了 固态电池 其实也算不上新啊 因为固态电池早就在一些 小型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了 只是以前呢 他们不好充电而已 把固态电池用在新能源汽车上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 由于它使用的电解质 换成了固体 所以体积上大为缩小 只有锂电池的一半左右 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呢 咱可以装进去两倍的电池 从而带来了翻倍的续航里程 恒大参数上就解决 至少是大大缓解了 里程焦虑的问题嘛 其次 由于没有液体 它很安全啊 即使被破坏 也不容易引发危险 于是保护措施呢 就能够大大减化 带来实质性的减肥瘦身了 成本下降 重量下降 既可以让电动车轻装上阵 也可以在原本的技术上 装上更多的电池 带来不可思议的大细航嘛 总之 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 最后 其充电效率更高 因此充得更快 其使用寿命更长 因此能够覆盖 机车的整个生命周期 等等等等 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梦想伙伴呢 当然是的 只不过 它离大规模生产和使用 还是有距离的 科技家和工程师 还在寻找更好的 固态电解质材料 而在这之后 生产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 来降低它的成本 才能最终被市场接受 不过 电动汽车的未来 是越来越光明了 在这之后